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卢君洪台长太平绅士 以近二十年的慈悲付出 为全世界一千万佛友开启心灵之门 使观世音菩萨和平之光变照十方 佛法智慧指引人间离苦妙法 慈行普度共住世间极乐净土 卢君洪台长深入浅出 全世大成佛教义礼 不分昼夜全年无休 弘法足迹遍及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令无数众生破迷开悟改变命运 真正实现佛法人间化 心灵法门令众生消灾离苦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全世界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 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富盛名的西安纳大学 任命卢台长为荣誉客座教授 卢台长被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太平绅士 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丰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 佛教领袖一同出席 2015年联合国卫赛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 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中华文化与佛法走向世界 如今红台长新系马来西亚佛友 这次特别来到马六甲与大家结缘 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 普照有缘 今日我们有缘相聚于此 共沾伐喜 共慕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 感恩卢军红台长 慈悲无畏 普度有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马来西亚 以及世界各国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请台长接受博友敬献的鲜花 我们下期见 大慕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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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春风马六甲 善缘佛缘开心雅 法喜充满 人无忧 慈悲开悟 精进修 感恩大慕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各位法师 各位嘉宾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义工们 大家下午好 美丽的马六甲 文物古迹 以餐食文明 当地的居民 淳朴勤劳 当年 正和下西洋 有六次 停靠在马六甲 马六甲 现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名录 值得我们大家骄傲的 现代人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整天愁眉苦脸 烦恼忧愁 与安眠药作伴 有一些人 长期的受到精神的折磨 走向自杀的绝路 很多人失忆 争吵 夫妻不合 离婚 生病 现在全世界 仅仅生癌症 每年死与癌症的病人 有六百万人 每天就有一千五百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 健康不单单 是指人的身体 更是指人的心灵也要健康 这就是健康的概念的精髓 身体的不健康 一定和心理不健康一样 会受到牵连 所以现在提倡的是身心健康 有如我们信和孤僻的人 他会降低自己的免疫力 长期的害怕和恐惧 会减少你的食欲 肠胃会不舒服 内心有压力 心脏血管不好的人 经常有想不通 内分泌失调 影响骨关节 还有的人经常恨别人 会得到概肢的流失和忧郁症 学博就是要学开悟 学菩萨就是要明理明白道理 想通想明白你就会开悟 懂道理做善事就是明理 我们在人间要学会把吃苦 作为自己的一个消业的资本 不断的从苦难当中获得快乐 就犹如很多母亲为孩子吃苦的时候 他能想到我今天为孩子吃苦 让孩子成长 以后孩子能够成人成才 所以他从苦难当中获得了希望和快乐 我们人 与其烦恼的痛苦一辈子 还不如想通想明白 欢喜一辈子 学博人要明白 今天拥有的幸福 可能当你稍不当心 就会转为明日的痛苦 当有一天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已不知生在何方 不能因为人间的一点争吵和烦恼 做出愚痴和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在今年的6月14号 湖北黄港有一对夫妻吵架 越吵越凶 那个妻子心想 我为什么还帮你领孩子 帮你生孩子 居然一怒之下 将他的两岁的儿子 从七楼的家中 直接扔到了下面 小孩子居然命很大 没有被摔死 但是全身骨折 人在抢救当中 这位母亲已经被报警控制了 所以人不能因为衣食的愤怒 做出让自己不能原谅自己的事情 生命短暂 佛法讲要观身不尽 就是要看到自己身上有很多的缺点 还不很干净 要看透它 认为人有贪心 观心无常 要明白 每一个人今天这样想 明天就会那样想 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人每天都在变 事物每天都在变 所以人不要看到眼前的利益 因为未来并不是你所预测的这样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我们心在转变 如果你的心可以让一切都转变 你的心中把每个人都看成好人 你就会心中充满着好人 会得到很多的贵人 如果你把别人都看成恶人 你就会天天感到痛苦和恐惧 因为你感受到恶人 都会跟你找麻烦来伤害你 所以心善一切善 心恶一切恶 所以要修心修行 来改变自我 这就是借假修真 我们人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稍不留神 你就会被别人伤害 每一个人在世界都曾经被别人伤害 不管是有意和无意的 在马来西亚 亚洛斯达有个九个月的一个小婴儿 是个男孩子 就在上个月发热诊 被父母带到私人诊所去看病 之后医生开错药 导致男孩涂了药之后 全身肿胀 皮肤干裂 导致溃 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 最后因为血液 受到细菌的感染而送命 父母亲非常的伤心和难过 所以很多人总是抱怨 我天天在努力 为什么总是不顺心 当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觉得自己很不顺心的时候 一定要明白 因为我们的因缘还没有成熟 条件还没有成熟 就需要知道缘分不到 所以人不要天天的伤心难过 缘分到了 我们就顺利了 用佛法的智慧 来聚集 来聚集你周围的善缘 对每一个人都好 每一个人都会对你好 你就拥有了贵人缘 所以我们一定要促成 因缘的成熟 让自己的心每天活在 在法喜当中 今天来的佛友 有的人法喜充满 有的人脸上还是忧愁满面 台长告诉你们 想通想明白 你今天能够一个小时的快乐 你就会忘缺一个小时的悲伤 你今天有一分钟的快乐 你就会忘缺一分钟的烦恼 所以每一天能够快乐 你就远离了烦恼 接近了快乐 就在我来到马六甲之前 前几天在槟城 有弟子开市的时候 一个孩子17岁 当场站在这里 台长给他看图腾 他每一天 这个17岁的孩子 要自残六次 爸爸妈妈 非常的难受 他孤独 自己打自己的脸 撞墙 情绪非常不稳定 他还不会讲话 无法与人交流 进医院 多方检查 也找不出什么原因 无法给他治疗 就在几天前在槟城 台长给他看了 今天他妈妈跟爸爸 在马六甲观音堂 告诉我们说 今天他的儿子叫谢阳 在马六甲酒店观音堂 居然开口讲话了 叫爸爸妈妈 太发喜了 所以我们的心中 除了感恩 还是感恩 一生要多多的感恩别人 就不会去恨别人 因为当恨别人的时候 心中的慈悲就会流失 我们要感恩 抚养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朋友 我们人的一生 绝对不是靠你一个人 能够成长的 是靠着所有人的缘分 所以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心 珍惜因缘 你就得到因缘 珍惜你的身体健康 你会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 珍惜你周围所有的人 你会得到所有人的帮助 珍惜你的博缘 你会拥有佛缘啊 有一个年轻人 他很注重自己的名声 令他苦恼的是 他哪怕做得再好 总有人说三道四讲他 这个年轻人 因此忧郁寡欢 卧病在床 居然好几天 他都没有吃饭 一天 他的一个厨师的好朋友知道了 就赶到这个年轻人的家里 一阵忙碌之后 一桌香喷喷的饭菜 令这个年轻人胃口打开 他一边吃一边连连地称赞 谢谢你啊 兄弟 你的手艺真不错 别谢我 要谢啊 就谢谢这个帮你烧饭的火呀 因为有火我们才能烧饭 那么要是没有火的话 我只能请你吃生的食物了 厨师画风一转 可是你知道吗 虽然我们吃饭的人都感谢有火 帮我们煮熟 却有人在埋怨他 那个青年人说那是谁呀 锅子 因为火的缘故 锅子就被烧黑了 因为火缘故把锅子有时候烧穿了 和火能煮食也能商锅相同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别人骂你 你要感恩 他是在帮助你找缺点 所以学佛的人不要去计较别人不同的意见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两面性 我们要抓住正能量 凡事把别人身上的缺点要包容 把别人身上的优点要放在心中 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 你的心中充满着善良和慈悲啊 当年2500年前之当中 我们伟大的佛陀释迦摩尼佛 他想去度一个老夫人 到他家去了三天 最后佛陀居然被这个老夫人赶出来三天 到了第四天 佛陀的侍者阿难说 佛陀今天让我来带牢吧 他就前往老夫人的家里 老夫人看到阿难非常的高兴 当成自己亲儿子一样 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吃 对他百般的照顾 阿难不失时机的 把佛陀的功德给他一讲 老夫人立刻开悟 阿难回来 把情景告诉给佛陀 佛陀说 嗯 那个老夫人 在阿难你的指点下 终于开悟了 佛陀的弟子们 心中都在嘀咕呢 诶 怎么师父您老人家亲自出马 他不开悟 阿难一去 他怎么就开悟了呢 难道您老人家的功德 还比不上阿难吗 佛陀给大家解释了其中的因缘 佛陀说 过去有一世 我与阿难还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有一天 我们出外游玩 我走在前 阿难在后 突然飘过了一只死老鼠的臭味 臭不可闻 我当时俩 我当时修行还不行 我当时修行还不行 就本能的用手删了这么三下 后面的阿难 看到路上的死老鼠 不但不嫌弃他的臭味 反而心生怜悯 觉得好可怜啊 死在地上 被人踩的扁扁的 太阳又这么晒 真是太不幸了 于是阿难给他念经 挖了一个洞 把他埋了起来 佛陀讲到这里 意味深长的跟大家说 你们知道这个老夫人她是谁吗 她就是那只老鼠来投胎的 我过去是嫌她臭 删了三下鼻子 所以我到了她家三次都被她赶了出来 阿难与她结了善缘 所以她见了阿难就喜欢 阿难给她讲什么话她都听 所以有人和我们不投缘 那是因为我们前世有过过节 明白了前因后果 把什么事情都看得云淡风轻一点吧 佛说 佛说 假使百千节 所作夜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啊 所以我们在人间和别人交朋友讲话 要广结善缘 冤家遗解不遗解呀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懂因果呀 今世 今世不管别人对我们怎么样 一定是你上辈子跟他的善缘或者是恶缘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用善心转换意缘 遇到那些动物很臭有气味 不要嫌弃 要悲悯和怜悯 就是犹如我们在放生的时候 余有心味 但是我们要怜悯他们 放生 长生 慈悲 可得生生世世的淡定和长寿 可免冤冤相报的纠缠 我们现代人已经和人结了很多的冤了 我们要吃素 不要再去跟动物结缘 所以这就叫开悟 这就叫慈悲呀 其实人生很短暂 一生眨眼就过了 所以人的一生有一段哲理感悟 台长非常想告诉大家和大家一起听一听 我稍微改了一点 叫一岁哭着出场 十岁功课繁忙 二十岁春心荡漾 三十岁结婚变样 四十岁事业动良 五十岁老当益壮 六十岁退休回乡 晒晒太阳 七十岁打打麻将 八十岁浑身伤痛躺在床上 九十岁挂在墙上 有什么好争的 有什么好难过的 感情就是一种缘分啊 我们今天相见是一种缘分 一起学佛又是一种佛缘 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缘分 亲情叫亲缘 来生也被称为来生缘 组成我们这个人的一生的 就是那无数个缘分啊 让你今生去结缘 去解掉这个恶缘 去享受这个善缘 所以学佛人在人间 一定要懂得正希因缘啊 随顺原本 才能看破人间 一切缘起缘落啊 很多人的一生失败 很多人很痛苦在纠结 忧郁难受当中 在美国 有一个名叫若曼奥特的收藏家 他看到有很多人 这些名贵的作品 他不惜千金可以买下来 但是他想 我为什么不能买那些著名作家 画坏的那些励志的画呢 于是他就收购了各种各样的立志的画 一种他是名家 失常之作 就是画的时候情绪不对 画了不好 另一种是价格低于五美元的 无名人士的画 没多久 他就收藏了两百多幅的画 他在报纸上登出广告 声称要举办首见立志画的大展 目的 目的是要让年轻人在比较当中 学会 鉴别 从而 发现好的画 与明画的真正的价值 澳特的广告 非常的热门 人们争先恐后 或者从外地来看他 还有一个 与立画 就是立志大展相似的 叫失败产品的陈列馆 这是美国一家市场情报服务公司 经理叫Robert 他扩碍收藏 他一共收藏了75万件失败的产品 后来 羅伯特创办了这个失败产品的陈列馆 这个陈列馆 他把很多企业家和个人费尽心机研制 就因各种原因失败的产品展示出来 结果 他这个陈列馆非常的成功 用爱迪生的一句话说道 失败也是我们需要的 他和成功对我们一样的有价值 只有在我知道一切做的不好的方法以后 我才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 学博人就是这样 知道自己做错了要学会忏悔呀 忏悔人生自己做错的事情 过去我们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 过去年轻的时候 我们有对不起自己情侣的地方 对不起自己不母亲的地方 那要好好地忏悔和理解 今后你才不会对不起别人 只有懂得忏悔才不会再做错事情 所以常忏悔才能常醒悟 知道错才不会再犯错 这就是开悟人生 有平等心的人才能无私 有谦卑心的人才能恭敬别人 有包容心的人才能体谅别人 有道德心的人才能自重于自己 有清净心的人才能悟道 有智慧心的人才能处世圆容 有慈悲心的人才能舍弃自己去救度众生 所以佛教除了教我们要向善以外 还教我们怎么获得成功 怎么样成佛成道 怎么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佛说了几句话 佛说了几句话 对我们人间的做人生活工作都非常的有帮助 我给大家说一下 佛说 凡事须坚持 凡事须忍耐 凡事须付出 凡事须尽力 佛不仅是智慧的化身 也是力量的化身 我们很多人 我们很多人在人间吃苦 我们能够忍耐 最后换来的是成功 我们坚持锻炼身体 我们就拥有一个良好的身体 我们什么事情都是不出换来的 是众生对你的爱 所以佛心有一种巨大的积极的感召力 它指引着我们一直在向前进 很多人一生不知道路怎么走 坑坑洼洼 很多人失败又成功 又失败又成功 所以怎么样选择你的路 怎么样选择佛的路 让自己走好 这就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主题歌 敢问路在何方 路就在你的脚下 好好的沿着菩萨给我们的佛道佛路 走上我们的四圣道 走到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 台长在每星期二四六 总是给大家接电话 节目中一个听众看到台长看到他 腰不好 腹磕不好 从来这个人不准时 脸也是肿的 做人太小气 斤斤计较 台长还看到他 血液流动太快 他说他的心跳 比一般的年轻人还要跳得及 台长告诫他 一定要气量大 不能太小 不能总生气 我说他血压身高 手冰凉 他说是真的 请大家听一下 几个星期前的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 师傅 你好 请你帮我看一下图腾 就是那个鼠羊的91年 是我来的 腰不好 妇科不好 是的 从来不准时的 真的 这个一直以来都没准时过 还有你的脸经常会肿啊 对 我右边的眼睛就是长了一个那个红斑 不懂是破血管还是什么 就是越来越大的 还有啊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人的毛病是什么知道吗 过去太小气 做人做人什么都斤斤计较 不肯吃亏 嗯 对 对的真的 好好改毛病哦 嗯 好的好的 呃 那么除了眼睛以外就是我的心脏啊 最近也是感觉有点不大舒服 血管 跟你说血管流动太快 我现在看到你的血管 流的非常快 嗯 我就是之前有医生说我的卖国心跳 比一般的年龄的那个跳的 比较比较急 啊对对对 你知道现在的血脉跳的太快 血压有点高 嗯 而且我告诉你 你要听台长话 你不能气量太小 动不动就生气 都会造成血压升高 手冰凉 哦真的真的 太对了 谢谢感恩师傅 谢谢 有一天 一个很有智慧的老法师 他问他的弟子 他说 为什么 人生气的时候 总是要喊呢 所有的弟子想了很久 其中有一个弟子说 师父 因为我们失去了冷静 所以我们就要喊叫 老法师问 但是 为什么 别人就在你边上 你还要喊呢 难道你不能小声的跟他讲吗 为什么总是要喊 怕别人听不到呢 所有的弟子 七嘴八舌 说了一堆 没有一个答案 能正确的 最后 这位法师解释说 弟子们啊 在两个人 生气的时候 心的距离 就会离得越来越远 因为人的恶气 会阻挡和对方气场的接近 所以为了穿越新的距离 为了使对方能够听见 所以吵架生气的一方 就会拼命的喊 但是喊的同时 人会更加的生气 越生气 距离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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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拼命的又要喊 老法师继续问道 如果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呢 你们知道情况相伴 人跟人感情好的时候 不但不用喊 而且说话都是轻声细语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心 越来越接近 心和心之间 几乎没有距离 所以当两个人特别好的时候 一般都是用耳语式的 所以在他们的心中 爱会更深 到后来根本不需要什么语言 有时候用眼睛就能传递感情了 所以心与心的距离就没有了 我们学佛人就应该明白 因为人和人意见不合 或当两个人在争吵的时候 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心和他的心 变得越来越远 更不能说一些让人伤心和接人伤疤的话 要学会冷静 加上念经 过一会儿 你心的距离柔和了 你就会接近了 然后再慢慢的说 所以跟一个人讲话 越喊感情越远 越轻轻的讲 你会越来跟他感情越好 希望我们要懂得 为什么念经要轻轻的念 因为我们跟观世音菩萨 和跟佛陀的感情很好 所以念经都是 从来没有一个人念经 全手牵眼 我会拿背心脱了你 现在知道了吧 所以 排长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在生气的时候 去决定和做任何的决定 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因为当人在生气的时候 你所有的决定 都不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人与人的交流 不是靠着身体 靠着声响来交流的 而是靠着心灵来沟通的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用心对别人好 你才能患得人的真心 我们人经常做错事情 很多人在没有发病之前 以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 在湖南 有一位66岁的唐先生 因为全身搔痒 结果到医院去检查 避操 他发现他的胆道阻塞 医生从银流管处 注射器抽出了将近一千只寄生虫啊 询问之后才得知 唐先生常年吃用新鲜草鱼做的生鱼片 吃下了恶因才会有恶果呀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一个动物死了 他的细胞源就死了 就像很多动物 你把他头砍了 他身体还在动 所以吃活的一定会伤害你的身体 所以为什么台长劝很多人 晚上不要吃的太多 因为当你晚上吃的太多 尤其是这些活的东西和荤的东西之后 因为他的肠子和这些鱼肉会长在一起的 因为大家知道过去做手术是用缝线的 最后还要拆线 而现在科技昌明用的是阳长线帮你缝针 一两个星期之后 阳长线是死的 但是在你的活动之后就长在了一起 我们人晚上吃饱了 肉全部积压在肠胃上 几天之后便秘 你就会跟肉长在一起 然后当发现你积在肠胃里的肉不能消化的时候 就叫肌肠癌 所以一有肌肠癌 开刀就要减掉你三分之二的肠胃 所以要吃素要学博 吃素就是健康 学博就是善良 好好的学博 好好的善良 我们好人一生平安 我们人很傻的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 是自己设下的陷阱啊 因为自己难受 当自己还执着的不回头 一头栽下去 一厢情愿 苦藏着悲伤的滋味 很多人谈恋爱失败 天天在家里折磨自己 别人伤害自己的一句话 他不忘记 回到家中 还要伤害自己几十次 并慢慢的 让自己的心转化为 自身消极的能量 来自残自己啊 所以我们人天天想着要报复 更加增加了内心的痛苦 学会大忏悔 学会经常对别人有愧疚感 你才能把身心受绑的灵魂 慢慢的走向示范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几句话 不要攀 不要比 不要一声骗自己啊 还有呢 子女孝家庭好 家和万事都美好 多行善 苦便干 心里祥和保平安 吃点亏 受点苦 知足常乐 常幸福 学菩萨 文婆音 心中常念 观世音 活当下 不执着 随顺因缘 去生活 我 台长 告诉你们 到人间要学会吃两样东西 一个要学会吃亏 还有一个要学会吃苦 你就能平安的过一生啊 真正的学佛人 自己想要幸福 先要让别人幸福 自己想要做菩萨 先要帮助别人成菩萨 你一定就会成菩萨 这就是我们学博人的心态 那个台长在在那个节目当中经常的回答大家问题 也有很多很好的反馈 就是上个礼拜 有一位同修的父亲前列线 扩散 整个跨步都不能动 后来 家人参加马来西亚法会 并在法会上 为自己的父亲祈求 回去之后 坚持念经许愿放生 一个月不到 癌症指标迅速下降 已经能上班了 连医学专家 来扩散 而且是蛮严重的 就走路 在整个跨步 不能动 很痛很痛 就全部扩散了 然后他回来以后许愿放生 然后我也给师父 挂了急诊 师父也给他开出了小房子 跟那个放生的数量 然后他那天发院以后 一个月大概一个月不到他分享了 就是他父亲第一次那个指标是400 我还不太懂 这个400 一个月还没到的时候 他没有化疗 没有没有吃 就开到任何手术没做 只是吃药打打针 做一些中医中医的条理 从400就跌到8了 他非常的感恩观世音菩萨 就是这个是非常一个奇迹 就是医学上的一些专家都跟他说 这个是不太可能 都在问他吃什么药了 你吃了什么其他的药 扩散的话 一般念经能够把它念好了 对 然后他 他现在就是说还在继续做功德 他就是已经上班了 而且痛也不痛了 就是没有什么痛苦了 感恩师父 谢谢 台长告诉大家 人生要具有三种品德 三种道德 三种品德 第一是学会认错 第二要柔和对人 第三要学会放下 人要有三种道德 第一叫三德 这什么三德呢 第一要承得住气 要承得住气 第二要弯得下腰 第三要抬得起头 我们 人境界的提高 会让你变得谨慎说话 办不到的事情 和那些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 如果你不说 别人不会觉得你很虚 如果你随便说出来 如果你随便说出来 你会让别人感受到 你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 我们人长的两个眼睛 为什么要平行的呢 就是让我们不要看人有高低 要平等心 要平等心来看人 所以两个眼睛是平等的 我们人 为什么有两个耳朵 而且要一边一个 就是叫你 不管要听正面的 你负面的也要听 就是让你懂得两个耳朵 要听听好的 也要听听对自己不好的话 为什么要用两个耳朵 一个嘴巴呢 就是叫你多听少说呀 我们人要福慧双修 有福气的人一修心更好 因为福是怎么来的 很多人问台长 台长 我怎么样有福气呢 福气就是从帮助别人 布施别人 广结善缘当中 你就会得到很多的福气 会从哪里来呢 智慧的人是从戒中来 想一想 很多人被警察 闯红灯啊 违规啊 抓起来 这些人就是没有智慧 而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是守戒 红灯停 蓝灯 绿灯就得走 所以在人身守法律 守戒律一样 守住你的口 不去得罪别人 不乱说话 这样你才会得到智慧 学博人不做无事生悲的事 如果你从来不随便去猜测别人 编造一些没有的事 佛友们会觉得你为人成熟 有修养 是个修博的人 有一个责任感的人 这就是要好好地学博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杂技演员 他是一名非常有名的 他的杂技呢 是人躺在一个板凳上 两个脚啊 上面有一个缸 不停地转 他驾轻就熟 因为年纪偏大 他决定退休改行了 在告别舞台的那天晚上 他把他的亲戚朋友都请来观看 亲戚朋友因为表表心意 有的呢就拉起了横幅 挂起了小旗 送上了花篮 场面非常的热烈 然而正当大家为精湛的艺书 喝彩的时候 他却失控了 失守了 他一脚顶偏 这么大的一个缸 重重地砸在他的鼻梁上面 他当场昏了过去 事后有人问他 张师傅 凭你的技术 怎么会出此意外 他说 那一天 心里总是在想 这是自己 杂技生涯的最后一场 而且 请这么多的亲戚朋友来捧场 我一定要表演的最出色 千万不能出错 谁知一走绳就出事了 从表面上看 这些失守 好像都是偶然的 其实 却有必然 因为大家记住 人有一个弱点 当对某件事情 过于重视和执着的时候 他就会失去了一颗平常的心 心里就会紧张 而心里一紧张 往往会出现 心跳加速 精力奔散 动作失调的不良反应 台长说 学佛人要无欲自然 心如水 我们心如止水 喜缺一生的烦恼忧愁 心要明白我做的对不对 心如明镜 开悟一生 显现出人间的慈悲大爱 学佛中一定要有一颗平常心 不要跟人家去攀 不要跟别人去比 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 一个传统的笑话 说出了人的欲望无限 就是有一个人 起了一个比较有名的名字之后 他别人都要学着他去争 说明一个笑话告诉我们 争一个子无虚有的名字 都会有这么多的人来去争 人生如果你有多少计较 就会有多少痛苦 有多少宽容 你就会有多少欢乐 痛苦和欢乐 都是你心灵的直射 就像镜子里面 有什么一定是他造出了什么一样 所以你的心就像一面镜子 天天心中不开心 说明你心中都是造到了不开心的事情 天天的烦恼 因为你天天心中看到的是烦恼 天天把别人的精神垃圾 全部装在自己的心中 让自己难过 愤怒不开心 就犹如一台电脑 天天的让自己进入很多的病毒 总有一天你会失机的 所以我们心里要放下 就不会有负担 人生就会快乐 记住台长告诉你们的话 计较的心如同一个口袋 你烦恼越积会越多 宽容的心犹如一个漏斗 将别人的缺点和别人对你的伤害把它漏尽 这样你才会快乐 才会平安 学佛的心就是要真正的忘却别人的缺点 好好地修心 好好地学佛 我们今天预期终有一天要放下 还不如早点就把自己放下 能够放得下的人就叫开悟 能够想得明白的人就叫解脱 谢谢大家 好 那么待会呢 有一位佛友呢给大家做一个他的经验介绍 台长呢 因为浑身都是汗 我去换一下衣服 马上上来呢给大家呢看图腾 我呢跟大家讲看图腾不是目的 目的是叫大家学佛 因为很多人要劝别人学佛都很难 但是他一旦了相信了 他就会说我应该怎么办 台长就可以度他 你要学佛你要念经 你要好好地修心 再一次谢谢大家 待会见 要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君红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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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